每個朋友都說多倫多其實很多好東西吃的 難得來到旅行,當然每樣都試一下 不過是不是真的每樣都這麼好吃呢? 今次就想分享一下我們的體驗給大家 第一樣要試的就是我最喜歡的海鮮 今天來到這間叫Dianna's吃雞蛋 今天星期二有一個特別的推廣 就是你買一杯飲品就可以用一元吃生蠔 但只訂一款 我們可以看看它有什麼飲品選 酒呢? 有沒有一些不是酒 這些是雞蛋 我們點了兩杯不飲品的飲品 我們點了兩杯不飲品的飲品 先點這個圓 打算點一瓶吃 誰知道開號的人說因為現在很忙 他說如果你點了一瓶之後想再加 可能要再等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一點就點兩杯不飲品 不知道會不會肚餓呢? 除了一元生蠔之外 你可以選擇其他款的生蠔 當然就會比較貴 另外Cherry Stone 這裡也有三個半一隻 這裡有魚子醬 可以試少少幾十元一盒 然後再來看看主餐櫃 湯那些大概十幾元 這邊也是餐櫃 如果主菜的話 就有些生蠔 有些熟的海鮮 當然這個最貴就是這個 Hot Seaboo Platter 要260元 兩罐人的份量 那它就有整隻 Lobster 有蟹腳 然後還有些Ciders 這個就是無酒蒸啤酒 朋友喝過說味道還不錯 不過顏色我覺得有點黃了 我這個就是無酒蒸的 Margarita 它是很專業的 它是給你一隻杯 手匙筋也有點鹽 碟著我 等著我一會 其實我們的2-1蠔都來了 後來我們再加2隻 Cherry Stone 就是三個半一隻 這個就是那個醬 雖然它是1元這麼便宜 但質素非常之好 有海水味 有鮮甜味 但是肉就薄一點 不過它切的時候 都切掉了帶子 即是切掉帶子位 吃得來很方便 因為剛剛那些蠔很好吃 我們原先打算多點2架1元那隻蠔 不過店員推介這個Sexy Pax 今天也很好吃 都是做特價的 就是24元有12隻 所以我們每兩隻一隻 在等著 第二輪的期間 就來了一個餐廳 就是蟹餅來的 開開看看有沒有蟹肉 嘩很多蟹肉 這個真的不說得笑 平時我們吃的 很多都是樹蓉 豆蓉 做成蟹餅 吃下去好像在吃薯餅 但這裡是淡淡花肉 這款就是剛才Encore 1元那隻 這款就是店員介紹Premium那隻 它原先說帶很多 不過看樣子看起來 我覺得差不多 吃下去就看什麼味道 他說這個很好吃 這款的尺寸大一點 我不覺得很明顯大了 不過它的味道跟1元那隻有些分別 它比較偏向甜味多一點 但就少一點海水味 我們其實喜歡 這款是1元那隻 多於這個2元那隻 這個我再加多一個白酒煮青口 那我就說青口的大小 就看季節 現在我就看到 都像是小隻的 這樣 肉都肥的 其實都肥的 不過偏小隻 味道挺好 今晚的單單 未計算小費 就140多元 那我們兩個人吃 人均消費 連小費的話 就80多元 我們總共叫了4架生蠔 2隻Cherry Stone 1份蟹餅 1份青口 然後再加多2杯飲料 好滿足啊 現在我們7點半 吃完出回來了 裡面都敷了 外面都有人坐 第二天就想嘗試吃蟹 這間店有很多分店 海鮮就是market price 這個就是今天的價錢 我們打算吃蟹 但蟹也有幾款選擇 然後還有一些新菜式 飲品 六個九九 那這些就是 星期一、二、三、四有特價的 如果 星期一就是這個 焗的龍蝦肉 星期二就是Snow Crap 那隻腳 星期三就是蝦 星期四 六隻Oicester 加上啤酒也是17.99 這些就是海鮮套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怎樣煮 那如果你不想混合其他海鮮 那你只選擇 譬如我要選一款蟹 然後你就選擇什麼味 然後選擇辣不辣 然後再選擇什麼 side dish 原來飲品還有其他選擇 原來日本酒也有 那普通軟的飲品就是這些 嗯... 這些是wine 這個就是龍蝦汁薯條 我以為有龍蝦肉 我好像有點肉碎 其實都很脆 那他就說每隻就是58元 其實都很大隻的 距離的時候一個膠袋 那你自己拆開 你倒出來吃的應該 那我選了蒜頭味 裡面有沒有膏呢 不知道 看不出來 好像沒什麼膏 然後就有兩邊蟹 這隻蟹的肉質看都不錯 不過就覺得太濃味了 剛才發生了個小插曲 我們吃吃的時候 店員再拿另一碟來 他說不想charge我這一碟 就換那一碟給我吃 那我來問他 那有什麼問題 他說原來這碟呢 真的很多是龍蝦糕 就可能少一些龍蝦肉 那我看他剛才另外那個 就好像多一點 一些粒粒 那樣的 不過呢 我就沒有再要過兜兩位 其實都吃了一半都挺飽 那我們現在吃完出回來了 總括來說呢 價錢都ok的 我們賣單 未算小費的話 就七十幾元 不過呢 我覺得他的調味太鹹了 所以就不太適合我口味 第二樣要試的呢 就是意大利菜了 今早呢 我們來到Little Italy 想試一下 看看意大利餐廳 那這間呢 就是有五十年歷史的老店 那他門後呢 也有一個牌子 介紹自己的歷史的 一起來看看那個菜單先 那他 主要呢 是吃意大利的 但是呢 是一些美式 加拿大的那些 Burger 他都有的 不過那 來到呢 我也是想吃Pizza 或者Pasta 看看 看看 他Pasta呢 有份 可能是普通 和有些是自己 在手煮的那些 那你就再選 喜歡的配料 如果Daly Special呢 今天星期二 就有沙律 或者這個 番茄 番茄的 寬通粉 我們等了十分鐘之後呢 東西就直接來了 那我這個呢 就是意大利雲吞 裡面有些芝士的 那我選了一個醬汁呢 就是番茄 和Bacon 和那個 辣椒 那這個Pizza呢 就是 這個好像最小的尺寸 這個最小的尺寸 那個Topping是自己選的 那我們選了 那個洋蔥 青椒 和意大利腸 那呢 他還會給你多一瓶 才是你自己拿的 那這裡的環境呢 都挺 放鬆的 他呢 雖然在馬路邊 但是這條 就算是世界來的 那 大家因為今天好天啊 每個人都選擇坐外面 現在呢 我們吃完結帳了 那看一張結帳 先 他呢 那個 我們點了兩個MING 然後兩個飲品 然後呢 這裏 這裏是加稅 有錢 我們吃完出來 我覺得 一樣都挺好的 食物質素好 尤其是那個 意大利的雲吞呢 你吃得出 它是新鮮做的 那另外呢 Service都不錯 那另外 外面的環境 因為今天好天 所以都很舒服 那所以 還有我覺得 價錢都是划算的 因為 它分量很大 但是呢 兩個MING加兩個飲品 加起來都是50元而已 另一天呢 我們就來到參觀這個 大瀑布 那之後呢 就去一間店舖 吃意大利食物 它的前菜呢 都是十幾元左右 那如果Pasta Pizza那些呢 就二十幾元 這個呢 這個呢 闊條面呢 它上桌的時候呢 那些油呢 還啪啪啪啪的 然後呢 這個Pizza呢 我就選了那個 是有Palmerham的 旁邊這個呢 就是炸魷魚圈 它跟著那個蒜蓉醬呢 很好吃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叫做Risotto炸波波 這樣呢 切出來 中間 不知道是不是芝士呢 這個呢 很鹹又很膩 其實呢 應該是芝士拌飯 再炸了它 這個呢 這一餐呢 我們四個一起吃的 那人均燒費呢 就大概三十七元左右 總括來說呢 都很滿意 因為它環境不錯 啦 服務非常之好 食物都很好 的 尤其是呢 這個Pizza呢 我覺得呢 是比較正宗的 接著呢 我們就去試一間 美式的扒房 今天呢 我們來到Richmond Hill 這間 西餐廳呢 其實它是 連鎖店來的 那呢 在這裏呢 都有 很多分店 在加拿大 這間好像steakhouse 那裏有些巴桌 有些巴桌 店員知道呢 我們第一次到來呢 也有很詳細介紹的餐牌 那它的頭盤啊 湯那些呢 就大概十幾 塊塊 那主菜呢 它就推介 我們一定要試 這個Prime Rib 呀 是這裡最出名的 那它就跟那個 份量呢 就收費的 看看你能吃到多大份量 另外就有一個 side dish 是他跟著那個扒的 飲品都是10元之內 有酒精和沒有酒精 喊完食物之後 他就會上麵包給我們 這個牛油好像是自己做的 麵包也有很多洞洞 發酵得不錯 我們點了Appogizer 這個就是Escarble 這個就是Crab Cake 這個牛肉我們選了Medium Rare 做生熟程度真的剛剛好 會跟著這個gravy 自己淋上去 執筋有一個配菜 這個是很功地的芥辣 跟著這一款是叫做Twice Baked的Protato 它是畫了一些樹葉出來之後 就加一些Bacon再煮多一次 這個就是小朋友最喜歡Mac and Cheese 這個應該是蔬菜來的 今天我們四個人來吃 人均消費就是65元左右 大家都吃得很滿足 接著我們試一下這個是中東的黎巴嫩菜 今天來到North York 這個是叫做Baeville Village 它是吃中東的 好像是連鎖店來的 餐牌很長的 它前菜有分凍和熱 價錢大概十幾元左右 然後後面有些蔬菜 跟著就是燒烤的菜式 主菜大概是二十幾元左右 還有一些普通的Softdrinks 或者有些酒精飲品 它針水也有表現的 拉到水壺很高地針 但又不會針寫的 多厲害 它首先來了這個頭盤 這個腸是牛肉腸來的 跟著有沙律和炸菜 這三款醬 它建議你可以拿個包 跟著加點醬 去混合在一起吃 這個腸有很多香料 跟著我就切開 都不騷 這個炸鍋鍋 裡面是櫻仔包地 來到主菜 其中一款就是燒蝦 這個朋友推介說 炒飯很好吃 有鮮味 這個就是免治牛肉 和牛肉肉 跟著這個就是牛仔肉 這個就是牛柳 是中間的牛柳 初時我還擔心 不知道中東的香料 會不會很怪 但原來都挺好吃的 跟著就介紹一下快餐 今早十點鐘 沒有人在這裡 Abi's 最有名的就是 它那個燒牛肉包 我們點了兩個套 總共加上Tax 就二十六個幾 好 軟了 然後裡面有牛肉 是一片片的 不是Burger的牛肉 這個一層層的牛肉很好吃 哇 這個是普通的牛肉 都很多牛肉 這個薯條也很好吃 新鮮炸的 通常公路上的休息站 都會找到 Tim Holtens 這裡也不例外 這裡也有一間 不過它的座位就少一點了 賣的產品 都跟平時那些差不多 我們因為休息 tea time 都是要了兩杯飲少少東西吃 這個產品 不知道算不算新 反正是我沒試過 我就經常在街上 看到人拿著一盒盒這個 它好像動物一樣 不過它就圓粒 小小粒 那我要了十粒 assorted的 就是好像2.99 它的咖啡真的又便宜又好喝 所謂總括來說 我覺得 這間店可以來很多次都沒問題 如果大家喜歡今次的介紹 記得點讚、訂閱、分享和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